当前,随着多国新冠疫苗研发生产区的突破, 疫苗分配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, 也成为了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 《健康丝绸之路》分论坛上的热点话题。 如何促进疫苗在全球公平分配? 康希诺生物创始人兼董事长宇学峰表示, 从疫苗研制商的角度来看, 要在保证疫苗安全的前提下, 解决供应及资金成本等问题。 很多人的疫苗不达到处任何处理的地方, 会在保证疫苗所需要的。 而且,也是有一定的必要。 大家都需要现在。 从从优域方面, 我认为WHO的工程中担任是向来到处理工程度的工作, 特别可以继续操作为, 必须的佳所所需要的产品。 当然,这就是需要的。 如何解决在疫苗公平分配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对此 与回家宾们认为 需在进一步提升收产能力的同时 加强国际间合作与探讨 此外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主席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白良也呼吁 将5%的新冠疫苗留给处于战乱中的国家 加强冲突地区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提供了5%的新冠疫苗 在哪些地方最强烈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